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財富 權力 智商是這個世界上層人士的標誌 只要擁有其中一項 就會成為社會的佼佼者 權力 財富不易得 智商自然更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天才兒童就很容易受到追捧 甚至有人拼命探尋其成長軌跡 想要複製出一模一樣的 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天才兒童江景亮的成長經歷 他從出生起就帶著特殊的語言記憶 4歲時被測出160的超高智商 更是在13歲時就考上了美國紐約大學 這樣的一個人究竟是真實存在的還是炒作的結果 如今的他是扶搖直上還是已經跌落神壇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俗話說 上帝給你開了扇窗 勢必要再關上一扇門 這句話用在江景亮的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天才兒童的故事有很多 但最後往往不過是包裝下的炒作 而炒作最需要的就是錢 可江景亮卻是個單親家庭的孩子 據悉 他出生沒多久 父母就選擇了離婚 由於他當時還太小 所以只能判給母親撫養 在母親江冷遇的拉扯下 小江景亮逐漸長大 到了會說話的年紀 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江景亮第一個會說的詞居然是個英文 此後 在母親沒有對他進行任何英文教育的情況下 他就已經能把英語說得非常流利 而母親和他之間的日常交流 只能通過翻譯器來進行 一開始 江冷遇並沒有生出天才的驚喜 反而覺得在耳濡目染之下 兒子居然不會說中文 是不是有什麼隱疾 江景亮是臺灣土生土長的小孩 沒有出國的經驗 而他先天對於英語的熟悉 根本難以解釋 六歲那年 他發現了自己的不同 因為周圍的朋友 老師 沒有人的母語是英文 漸漸地 他開始討厭起自己的這個特殊之處 並告訴媽媽 自己再也不說英文了 要學習中文 融入群體 也就是這時 看到兒子的低落 江冷遇決定將江景亮帶到醫院 做一個全面的檢查 最後在測試智力這一項時 出來的結果讓人大吃一驚 小小年紀的他居然智商高達160 而這顯然屬於天才兒童的智力範疇 他是當之無愧的天才 網友在看到這個結果後 紛紛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說 是否應該發展天才兒童的特殊教育 以免埋沒天才 也有人說 還好選對了醫生 更有人調侃稱 還好母親非常理智 不然這孩子一旦以為不正常 幾乎都是忌改和腐水了 另一邊 得知兒子竟然如此優秀 江冷遇自然也不可能健養 儘管條件不是很好 但依舊竭盡全力地培養江景亮 江景亮六歲就開始學習鋼琴 七歲就涉足小提琴 十歲更是考過了託服 成績高達117 饒是如此優秀 但江冷遇為了讓兒子有個正常的童年 依舊堅持讓兒子按部就班地上學 並在課餘時間利用自學滿足他想要學習的心 初中則是完全自學 所有基礎課程都不上 只上上體育課 教導過江景亮的每一位老師受訪時 最常說的話都是 沒有適合的教材教他 因為他太聰明了 而不同於其他被父母壓迫的天才小孩們 江景亮對知識的渴望十分急切 可以讓我跳急嗎? 這是江景亮讀小學時最常問媽媽的一句話 因為課本上的知識對他來說太容易了 而且覺得無聊 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一般的家庭 家長一定會很高興 但是江冷玉不一樣 他告訴兒子 不僅不可以跳急 而且還要扎實地讀完小學 江冷玉說 自己要給江景亮一個完整的童年 一開始身邊很多人都感到不理解 就連江景玉都會因為媽媽的安排非常不滿 但是在他國小畢業那天 卻由衷地體會到了媽媽的用心良苦 因為他在就讀小學期間結識了很多朋友 2017年9月只有13歲的他獲兩所世界百大名校錄取 分別是紐約大學和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 更成為紐約大學第一個以超低齡13歲錄取的大學本科生 同時也是臺灣首例 對於被紐約大學錄取 他非常高興 表示無法形容的感謝 並希望自己可以作為榜樣 給有類似夢想的孩子帶來希望 媽媽江冷玉則表示 在兒子的學習過程中 常常因以年紀太小而喪失求職機會 但也表示 自己尊重他的意願 希望讓他有多元發展空間 很多人都羡慕他的成就 羡慕他天才的腦袋 但只有媽媽江冷玉才真正知道 這個孩子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 他無數次在媒體面前強調 江景亮的成就離不開他自己的勤奮努力 他是一個非常自律且高效率的孩子 對時間的管理運用十分熟練 每天都會制定自己的學習日程表 從來不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 同時江母也很感謝一路走來幫助他們的貴人 才讓江景亮能夠去美國讀大學 天才這個詞是外界幫江景亮戴上的帽子 江冷玉坦稱 天才這個詞帶給江景亮的負擔太過沉重 因為他不光是靠先天的才智 更多的是後天的努力 對於媽媽的期待 江景亮也不遺餘力 他曾經獲得北市兒童美術創作金牌 全國體能錦標賽銀牌 9歲時達到劍橋英檢大學程度 成為亞洲第一人 美國能力測驗高達1480分 在美國境內排名前1% 世界排名前2% 這樣亮眼的成績讓江冷玉感到相當欣慰 然而在這些成就的背後並不是一帆逢順的 他坦言在準備SAT時曾經有過挫折 當時出現一個念頭 不懂就用背的 至少這是一種逼迫自己學習的方法 最後他巧用圖像式記憶法 才順利讓自己被美國知名大學錄取 6歲時一個到美國讀大學的夢想 在他13歲那年終於完成了 江景亮接到紐約大學錄取通知時相當興奮 也對紐約大學願意破格錄取一位年僅13歲的國中生滿懷感激 接受媒體採訪時 江冷玉說 江景亮之所以想要就讀紐約大學 是家人中有人罹患小腦萎縮的病症 而小腦萎縮是一種基因遺傳的罕見疾病 為此 江景亮才選擇紐約大學醫學系 致力研讀基因方面研究 而另一方面還可以兼顧音樂興趣 對於這樣優秀的孩子 外界也很想知道這位單親媽媽是如何教導孩子的 江冷玉說 江景亮很小就養成了10點上床睡覺 早上7點起床的好習慣 不僅如此 他完全不打電動 也不碰手機 平板 社群網絡 專心並積極地將精力投注在學業上 而最重要的是 自己永遠支持兒子的每一個決定 但也會在重大人生轉折點上給予建議 2021年 江景亮耗時3年 在讀完了紐約大學本該4年的課程後 順利返臺 面對記者的追問 他表示自己要繼續在紐約大學攻讀研究所 並預計將在20歲取得《腦神經科學硕士》及《音樂博士》 這樣的豪言壯志一出 立馬引起外界的關注和轟動 畢竟多年來 江景亮確實是說到做到的人 江景亮說 以往在臺灣多半是靠著自己看書學習知識 進入紐約大學是人生中第一次系統地接受學校教育 他說 教授龐征博引的講課方式 總能幫自己開啟另一個理解複雜問題的知識之窗 他目前同時在《腦神經科學》及《音樂領域》跨課雙主修 除了期望以小提琴演奏 職工 博士之外 也因為紐約大學的《腦神經研究》在美國相當先進 期待有機會進到實驗室裡學習 尋求突破 江景亮也透露 剛到美國時 教授還好意提醒他 別跟同學透露真實的年紀 當美國的同學一年之後 得知他其實比大家小了好幾歲時 完全沒有出現原先擔心的排斥感 反而更多的是惺惺相惜 這讓他很快融入了美國的大學 並對校園多了一份歸屬感 猶如第二個家一般 在江景亮這個所謂的天才兒童身上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可貴的品質 他即便智力高於常人 也始終保持一顆謙卑的心 並且從未因此高傲 同時 他是一個十分有溫度的天才 並未任性地選擇一些虛無飄渺的專業 而是為了家人選擇了《腦神經科》 他的天才在正途上被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然 最可貴的是 他有一位名世裡的母親 從未拿他當噱頭去撈金 也從未趕驢上架一般催他學習 反而希望兒子能珍惜最可貴的少年時光 正是在這樣雙重的尊重下 才使得江景亮的天才 最終沒有被埋沒 成為現代版的商重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 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